有運動所以失調比較低 在後來自然告訴你 一位中醫師兩位給你人員 就準備要來幫國慶鄉的中央產民看見 雖然是不是不是很多傳 但是在醫療資源欠缺的三区 有中醫病醫完醫來進走 對三区的疾病可以說是一個好消息 越偏遠地區 其實那個就醫 那個醫療資源其實越缺乏 那在張五這個地區 一個比較合適的空間 或者是一個合適的場地 大概就是以學校為主會比較適合 這點每兩禮拜的拜一早 在中央新台國民中小 來為傳民免費技術的中醫病醫 因應中出傳在表示 這時候想要很愛傳出去 當自己出過的時候 要懂得做自己 除了做自己生命中的天使以外 要懂得去做別人生命中的天使跟貴人 那因為偏鄉的醫療資源比較缺化 那我們有能力 當然醫部農事應該過來協助他們 看這邊有什麼醫療的需求 那這個觀念就是一個把愛傳出去 不然這中醫進做中央傳 這個月是第三次來看見 不過就醫的人數也是很少 中央新台國民中小的校長 但請准表示 他們未來希望安排轉車來接送 好行動不方便的老大人可以輕鬆就醫 你如果需要我們就一通電話過來 或者是提早醫療我們就去載他 這也是我們要跟村長 跟村幹事以及社區外的學會理事長 再共同去想辦法 把他做解決的一個交通運送 以及資訊傳達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雖然沒有很好 是醫部的看見和醫療都很兇勢 而且完全不用悔 為村民來的學部 開始是平安山庫民眾的福氣 其中真心藏不到